从西藏戒严到六四屠杀中共军队密建大量外泄,中国密档系列中,其中三本书的封面网络截图在亚马逊网站的自出版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中国密档系列China Secrets书中披露了中共内部的绝密文件,包括1989年六四大屠杀,1959年西藏戒严,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对于密密文件外泄, 北京至今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据法广报导在军营图书音像软体、图书、影视等的亚马逊网站的出版市场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披露中共内部文件的书籍出现,其中中国密档系列China Secrets被读者打开一个窥探中共内部世界的视角,书名写着中国1989军队文件或者对美间谍行动, 对印度间谍行动等等书籍中卫人们了解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以及当年三月的西藏戒严,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事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独特视角。 人们可以从这些书籍中,了解到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其军队情报部门搜集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情报的具体情况,中国1989军队文件中提供了一些地图和文件, 罗列了中共军队1989年6月4日清晨袭击天安门广场之前的行动以及袭击过程的详细情况。 当时学生们占领广场已经有多个星期,他们要求结束腐败,要求更大透明度,要求可以更多参与政治。 中共领导人下令戒严,并调动军队应付民众的抗议集会,这本书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军队如何努力穿过人群抵达广场,并在凌晨四点按计划,对滞留在那里的学生清场的过程。 美国白宫的解密文件显示1989六四事件,中中共军队屠杀了10454名学生和北京市民,这个数字与英国解密文件是一致的西藏戒严。 中国1989军队文件的前一部分,Kyla通过出示中共内部绝密文件,介绍了中共军队于1989年3月在西藏戒严,最后却成为几个月后天安门广场, 镇压了样板的过程,作者出示中共军队政策文件,以及一些具备清单的影印件,这些清单包括行动中使用的枪支和车辆以及戒严部队控制示威唐人使用的子弹数量。 早前王金文也在西藏涌叹调,中计数西藏戒严详细情况。 1989年1月28日时事巴禅,在西藏视察文革灾情时突然病逝,因为死得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 藏人上街示威抗议。 3月5日拉萨爆发,了自195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骚乱持续了两日中共出动戒严部队,对当地民众大屠杀屠杀后。 作为藏族知识分子的僧人,也遭到大清洗。 锦桑东八日寺,就有200多名僧人被赶走令据。 当时在西藏的中国记者唐达宪说,当时有400余西藏人被集体屠杀,几千人受伤,3000余人被逮捕。 而中共却声称只有11人死亡。 看见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除了1959年期藏剑人以及六四事件外中国秘荡系列中的其他几本书籍,则深入挖掘中共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并配有充分的说明。 显示出中共在1962年的中叶边境冲突,中对印度军队的方位部署以及在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中对韩国军队的方位部署不过。 这些中共内部文件,书籍的作者的身份,以及他如何获得这些文件都还是个迷中国。 1989军队文件的前沿里作者Carlo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冒险出版这些文件。 他表示展示参加戒严镇压部队的细节相关人员的名字就有可能被找到,并可能受到迫害。 一旦如此军队翻号,和名称就会为人所知,官员就再也无法躲藏在国家机密。 在背后下次中国在发生类似事件的时候,可能就很难有人愿意向民众开枪。 了在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曾通过对大量绝密文件的深入研究,披露了中共广西自治区文革期间发生的吃人事件。 他说自己在收集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时看到过其中一些文件,那是些政府内部刊物有保密级别到目前为止中,共对这些泄露出的文件尚没有做出任何反应。